哈嘍小孩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超鐵俠 之前呢 頻路障礙呢 我們都已經玩地了 那麼今天呢 我們玩一點不一樣的啊 就是高空斜坡障礙挑戰 WOW 既然我們今天呢 要挑戰的是障礙 那麼車輛呢 肯定是必不能少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現場這裡呢 擺放了十多款不同型號的車型啊 分別有賽車 越野車 裝甲 炮車等一系列的車型讓我們挑選 接下來呢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挑戰規則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斜坡呢 它的海拔高度啊 總共有四千米 那麼一會呢 我跟大傻將隨機挑選一輛車輛啊 從這個斜坡上面呢 往下開 在往下開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的車輛是不能減速的 而且在下坡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還要避開前面的障礙 不要讓前面的障礙呢 影響到我們的前進哦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障礙呢 有槌子障礙 還有風車障礙啊 每個障礙呢 如果被它擊中的話 還有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今天的挑戰難度呢 非常的高 不僅要考驗我們的駕駛技術啊 還要考驗我們車輛的性能 看一下最後面呢 我跟大傻誰能通過這個下坡路段 好了 我們的介紹完畢了 觀眾朋友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 記得一定要給超雷霞點讚支持哦 那麼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開啟第一輪的挑戰吧 好了 第一輪的挑戰呢 我開出的是一輛黃色的小麵包車 那麼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直接開始吧 下坡囉 不能減速的啊 小雞這個大槌 唉唷 什麼情況 我的車子怎麼直接翻了 喔齁 重點小孩 你這樣翻的話不就停不下來了嗎 不知道能不能停下來啊 應該很難啊 欸 大傻 你也翻車了 對呀 這樣轉圈就直接把我轉暈了 怎麼還不停下 這樣翻的話 輪胎找地還有可能就轉正了 欸 大傻 我沒翻了 太棒了 唉唷 別激動啊 怎麼又撞到邊上的檯面啊 唉唷 等一下又翻了 翻再來 翻再來 輪胎找地 輪胎找地啊 喔喔喔喔 不過這樣也行啊 現在也算下坡了 只要我們的車子還能開啊 這個挑戰呢 就能繼續 欸 繼續了 嗚喲 剛剛呢 我挺穩了一段時間了 沒想到車子又翻了 啊 快快快快 輪胎找地 輪胎找地啊 一定要摔好來了 哇 感覺我現在像自由落體一樣往下落啊 哎呀 車子呢 又翻正了 很好 前面的風車 啊 前面有個砍 啊 怎麼又撞到了 如果沒有撞到這個砍的話 啊 我是不會翻的 看來我們今天想要成功的平穩的往下開是挺難的 只能按照這樣的自由落體能往下翻得下啦 不過只要能翻得下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翻好來 唉唷 剛剛又平穩了一段 現在又不行了 又再翻了 哎呀 這下這個槌子敲了我好痛啊 啊 穩住 穩住 穩住了 平穩一段時間 注意前面的風車啊 千萬別這個風車給攔到 很好通過了一個 欸 這一個 哎呀 還是被這個風車給打中了 小心這個槌子 好的 那就繼續往下翻吧 哎呀 雖然這樣翻呢 挺頭暈的 但是呢 只要能下降就可以了 啊 只要我們能坐在車上啊 這樣的下降落體也是沒問題的 好的 現在我們降到了這個位置呢 挺不錯的 哎呀 好吧 我剛剛想說啊 能待在車上就可以了 沒想到就人車分離了 好吧 第一輪的挑戰呢 我們是失敗了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換輛車繼續挑戰 這一輪呢 我換上的是一輛越野車啊 越野車的性能呢 還是挺不錯的 然後大塔這邊呢 換上的是一輛末日的轎車啊 那麼接下來呢 就讓我們開始第二輪的挑戰吧 直接開始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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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減速啊 啊 這個下坡呢 千萬是不能減速的 我們就直接往前衝了 注意這個大槌 哎呀 這下我幹嘛要往這個大槌這邊開啊 這麼不小心的嗎 前面的風車 好的 穩定通過 又是前面的大槌了 哇 大家看到沒有 大傻的車輛已經飛起來了 哇 哎 這輪很不錯啊 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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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起來 太棒了 哇 翻了翻了翻了 哎呀 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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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翻了這麼遠嗎 也行啊 有沒有是你直接翻到終點呢 直接翻到終點 只要不要翻出這個軌道就行了 好的 再來 哎呀 不能翻出這個軌道 別翻出去 哎呀 我剛想誇他 只要這樣能翻啊 不要翻出軌道就行了 沒想到他還是翻出了軌道啊 好吧 那麼第二輪的挑戰呢 我們同樣也是失敗了 好了 現在我們要進行的是第三輪的挑戰 這一輪呢 我們開的是轎車 我們來看一下轎車的表現 衝起來 別減速 這也太慘了吧 第一輪我就直接被砸碎了嗎 不行啊 我要重來一遍啊 我就不信了 剛剛只是一個意外 好的 很穩定 好的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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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吧 這叫聲也太穩了 哎呀 我剛想誇他 怎麼又被捶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大傻這輛車 大傻呢 哎 好吧 那麼這一輪我們兩輛車呢 是輸的更慘啊 直接被打碎了 看到沒有 太慘烈了吧 我們這一輪的車輛呢 沒跑對啊 就失敗了 好了 那我們繼續啊 這一輪呢 我準備開上一輛賽車啊 賽車的抓地力應該和我啊 不容易翻車吧 好的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這個表現 準備好來 直接開始了 衝衝衝衝衝衝起來 不能減速了 不能減速的 好的 躲避他 很好 哎呀 怎麼少了一個輪胎 哎呀 我剛誇他 沒想到他就這樣不開機啊 哎呀 放回來 放回來 你這樣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進行挑戰了 有不然你就慢慢的這樣往下滑 如果你的這樣穩定的往下滑 我也佩服你啊 哎呀 小心這個槌子 好吧 我們重來 繼續 跟他復衝一下 那就不行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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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不能減速 很好 前面的風車 哎呀 很棒啊 我剛才說什麼 啊 賽車的抓地力就是穩 好吧 還是讓我失望了 看來這輛賽車也不行了 我們來看一下大賞的車輛 又有大賞車輛 翻得這麼高嗎 哎 別翻出去 哦哦哦哦哦哦 這樣也行的嗎 哇 這麼猛這麼猛 他不會到終點了吧 哦 大賞 很有可能是我們第一個到終點的人了 馬上就要到終點了 哦哦哦 這也太帥了吧 這樣滑都行啊 哎呀 只有這一下 馬上就要到終點了 加油 好吧 他最後面呢 還是被這個風車給來腰截斷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麼最後人的挑戰呢 我們準備開上裝甲車啊 裝甲車的盔甲的 反應力應該比較強吧 不容易被大水給風車給來腰截斷了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表現吧 加速 不能減速 衝 第一個風車 很好 穩定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輛裝甲車跑起來呢 很穩定啊 它的底盤呢 跟攜帶底盤差一樣 哦呦 大賞開這麼快的嗎 哎呀哎呀 大賞現在什麼情況 哇 大賞飛出了軌道啊 然後你看到沒有 我們這輛車呢 剛剛貼了這個外延軸啊 太酷了吧 好穩定 哎 哇 好驚險 剛剛呢差點就要被這個風車啊 給打到了 哎 小心小心小心 哎呀 還是風車 氣死我了 我還想說這輛車子呢很穩定啊 最後面能通過這個下坡啊 很想到還是被它給擊中了 不行 我們再來一遍再來一遍啊 這輛裝甲車是很有可能通關的 繼續 哎呀 別撞到啊 好吧看來我們今天所有的側星呢 都沒能通過這個下坡的斜坡障礙啊 好啦本期的遊戲解說到此結束 我是超底霞 喜歡我的九州記得點讚加關注哦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拜拜